2013年 港媒放出一段 蓝洁英被采访的视频 片中 满头白发的蓝洁英亲口承认 曾被两位影坛大佬性侵 蓝洁英描述着 当时有位大佬主动邀请 他去新加坡探班 还提供机票和住宿 单纯的他没有戒备 到新加坡后 蓝洁英和大佬 及他所在的剧组 必然有一番寒暄和饮酒 喝醉后 蓝洁英便回房 锁好了门睡觉 谁知那位大哥 竟然有他房间的钥匙 于是入室将他强奸 完事后 他还对蓝洁英冷笑 蓝洁英永远记得 对方那个样子 涉及大佬的势力 事发后蓝洁英 没有选择报警 只是去看了医生 服用了事后避孕药 经历过这些事后 蓝洁英的心情很不好 一度买了十几个刀片 用他们割腕 胳膊上伤痕累累 几年后 桌伟爆出 性侵蓝洁英的 一个是已故的邓光荣 另一个则是曾志伟 1963年 蓝洁英出生于 一个普通的香港家庭 作为家中老妖 他有一兄一姐 父亲老来得女 原本对他十分疼爱 但后来渐渐偏心 大哥好赌 欠下许多高利贷 母亲都会帮他还 蓝洁英心里 无力地感到不公 后来父母感情不合 又离了婚 二婚家庭中 继父又是个酗酒的茶 醉酒后 往往对蓝洁英 拳打脚踢 接着父母为了省闲 不再支持蓝洁英上学 辍学打工的日子 蓝洁英做过很多工作 比如当打资源 学裁缝 做商店店员 但他做得都不开心 直到19岁那年 有位朋友要去参加 无线店议员训练培训班 希望蓝洁英陪他去 抱着陪跑的心态 蓝洁英也报了名 没想到朋友落选 他却被选上了 那届培训班 有很多后来成了名的同学 刘嘉玲 陶大宇 吴君如 刘青云 乌启华 每逢休息 蓝洁英还会被吴启华带着 和吴君如 刘嘉玲一道 去吴启华哥哥的别墅玩 后来捕风捉影的港媒 还传出 乌启华和蓝洁英 是男女朋友关系 毕业后 蓝洁英顺利进入了TVB 第二年就拍摄了电视剧 《家有先妻》 那时 蓝洁英除了和梅艳芳 张曼玉 邱淑珍等人 被称为香港九龙女之外 还凭借着 靓丽的外表 被评价为 靓绝舞台山 能在美女入营 众星会翠的年代 得到这样的封号 可见蓝洁英 当时风头无两 不过 蓝洁英并没有因为 星途充满希望 而改变自己 原生的家庭 孝顺的蓝洁英 往往将赚到的钱 接近母亲 但转手 就被母亲偷偷塞给了 欠了赌债的兄长 为此 蓝洁英曾几年 都没同父母一起吃过饭 被TVB力捧之后 蓝洁英的好日子 并没有持续多久 1984年年末 TVB让蓝洁英 签了一个 五年的长期合约 但无限的长约 特别不公平 薪资基本只够维持生活 当时刘德华 苗乔伟等明星 正对无限的 签约薪资感到不满 想通过拒签的方式 争取自己的权益 见此情形 无限决定将蓝洁英血藏 来给他一个下马威 但培养一个明星的成本 是很高的 气质不用 未免太过可需 几个月后 TVB就再次启用了蓝洁英 让他拍摄大香港 但蓝洁英觉得 角色的猪长头造型太丑 让他拍古装片 蓝洁英嫌夏天太热 怕发热震 因而推掉了古装剧的邀请 多次的折腾 终于令TVB高层震怒 给了蓝洁英一个 出场不久就挂掉的角色 做一个不愿违背自己心意的人 就难免和周遭的世界格格不入 为此 蓝洁英一度被人传为耍大牌 一时间蓝洁英还动起了改行的心思 打算进修去当诱师 另一边 无限面临着亚视等竞争对手的崛起 不敢把培养的明星逼得太紧 还提出了增加薪酬 减少合约年份的条件 不久后 他就和刘大华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法外情》 同年 他又出演了电视剧《六指琴魔》 饰演谭月华 因为受到TVB的力捧 蓝洁英还与翁美玲 七美真 曾华倩 商天鹅刘嘉玲等人 合称为TVB七仙女 随后 蓝洁英的事业进入了小高峰 他和周润发一同参加了欢乐经销 还被选中出演《倚天屠龙记》中的赵敏 听到消息后 蓝洁英为角色做足了功课 但因为他人生中出现了一个大悲剧 蓝洁英错失赵敏的角色 改为李美贤出演 蓝洁英人生中出现的大悲剧 是相恋三严的男友 郑启阳的离奇自杀 早在入行之前 蓝洁英就和邓启阳相识 对方比他大几岁 两人说好要共度余生 但邓启阳却不知何故 突然在家开煤气自杀 为此 蓝洁英一度感叹 每次深情投入 次次遍体鳞伤 我这个人就是命不好 不愿接受现实的他 在男友身边足足守了七天 低迷未尽 但却没能挽回男友的性命 处理完男友自杀的时候 再次回到TVB的蓝洁英发现 预先为他准备好的 照明的角色已经被替换 在生活和工作的不公待遇下 蓝洁英深感气愤 甚至破口大骂 不久后 因为合约到期 蓝洁英毅然决定 离开TVB跑去台湾发展 接着他以女主角的身份 出现了台剧 半生缘一生情 后来蓝洁英在台的经历 还被宁远员迪英进行污蔑 迪英说他性格飘忽不定 爱耍大牌 迪英还说 自己曾对着蓝洁英的肚子 施以无情一角 但这一切都没有经过蓝洁英的证实 很多人都认为 迪英的话不可信 另一边 港媒也开始捏造蓝洁英男友 比如钟保罗 钟保罗本名陈振文 是香港当时的金牌司翼 1989年9月1日 钟保罗在沙田第一城寓所 坠楼自杀 为了渲染蓝洁英的悲情 港媒开始将他和钟保罗匹对 但蓝洁英后来也澄清过 说根本不认识钟保罗 和车保罗都比钟保罗熟 经历过台湾之行和港媒的 一番谣言攻击 蓝洁英没有屈服 不久后 TVB也再次招蓝洁英回归 蓝洁英赏快应约 重新振作的他 决定好好打理自己的事业 1992年 蓝洁英被TVB安排 参演无限20周年台庆剧《大时代》 剧中 他饰演不屈服于生活 但又多灾多难的罗慧玲 凭借这个角色 他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十大艺人奖 1995年 蓝洁英受周星驰和刘振伟邀请 饰演《大话西游》中 惊艳世人的春十三娘一角 可惜 当时《大话西游》票房惨淡 一如蓝洁英惨淡的人生 接着他便渐渐吸引 蓝洁英在世的日子 传他谣言传得最凶的 是他的密友杨曼丽 08年 杨曼丽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 扭曲编造了蓝洁英被男友送豪宅 被闺蜜下降头性情大变的故事 杨曼丽附述 蓝洁英在和郑姓富商的小儿子谈恋爱时 被对方送了一套价值六百多万的海景别墅 因为郑公子信佛 对方带着一个女性朋友和蓝洁英 去尼巴尔找喇嘛灌顶 接着 女子买通了喇嘛 在为蓝洁英灌顶的时候 给他向了降头 蓝洁英因此性情大变 当然 杨曼丽的这番话全是编造 还将蓝洁英和郑嘉诚的交往 时间篡改为90年代 其实 每次发信唱片时 杨曼丽总要捏造一些蓝洁英的绯闻 可见商人最深的 往往是那些表面和你最要好的人 另一边 港媒也扛起了造谣蓝洁英的大旗 隔三差五吃蓝洁英的人写馒头 比如捏造了一批蓝洁英的绯闻男友 梁朝伟 尔东升 吕良伟 吴启华 钟保罗 周星驰 等等 2008年年底 曝光刘嘉玲裸照的《东周刊》再次挥动笔杆子 说倪震曾和蓝洁英有段恋情 具体的政绩很荒唐 比如拍《大时代》时 蓝洁英曾失踪数小时 最后工作人员发现 头发湿暖的蓝洁英正和倪震走出南方的寓所 面对谣言蓝洁英澄清 我和倪震只是好朋友 可渐渐吸引的蓝洁英 感觉越来越难以摆脱狗仔们的纠缠 甚至整个人都抑郁了 狗仔们总带着摄像机 攻击性的怼着他的脸拍拍拍 直到拍到他表情诡异的瞬间才会走开 在以异常为新闻价值导向 港媒又被《苹果日报》 《东周刊》之类的媒体左右的年代 蓝洁英被媒体描绘成了疯婆子 甚至港媒还把蓝洁英和陈宝莲 同朝风 蔡风华 一道风为四大巅王 但事实蓝洁英根本就没有疯 可是狗仔就是追着他不放 寻找着各种他落魄凄惨的角度 在洋洋洒洒地展示出来 被狗仔和谣言围剿的蓝洁英 甚至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次回家他都会先站在远处 如果门口有生人 他就原地驻足 其实除了捏造蓝洁英疯癫和情史的谣言外 缠绕蓝洁英的一些细碎的谣言也不少 比如有人说 刘德华曾给落魄的蓝洁英十万 但却被蓝洁英弄丢了 粉丝成精这是谣言 从来都没有人给过蓝洁英十万 蓝洁英也只是因为上厕所 信任别人让对方拿一下包 却被人顺走 丢失了几千块 更离谱的是 还有谣言说 邱淑珍曾经借给蓝洁英一百万 在所有的事情中 有些事情是真的 比如蓝洁英的确是香港首位破产 申请政府援助的明星 曾经他有钱 但却被银行支援骗走签名 套走了两百多万 后来蓝洁英又给山区的儿童 捐赠了数百万 只有支出没有收入 最终在06年破产 还能确定的是 蓝洁英的确在98年受人邀请 去新加坡探了班 但随着蓝洁英的离去 所有的强奸谜团 都无法当面解开 即使真的是事实 逝者也无法为自己骂喊 只是在他的葬礼上 蓝洁英的影迷们站了出来 影迷们就那么无言地站在现场 高举手里的牌子 牌子上面写着 美是罪吗 美就要被强奸吗 大佬 请出来谢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